爱 让生命完整 在2008年的时候 美国人物周刊破天荒地让一条狗登上了它的封面 大家应该见过很多狗狗 也养过狗狗 狗狗有可爱的 有憨厚的 当然也有凶恶的 但是菲斯却和这些狗狗非常的大不同 它是一只坚强的 让人难以置信的狗狗 菲斯天生残疾 没有遣除 对于四只脚行走的狗狗来说 这已经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了 连自己的母亲都想抛弃它 当它似乎已经被全世界都抛弃的时候 它真正的主人出现了 正是因为它们的关怀和努力 坚强的菲斯才有了重生的机会 它才能坚强地站起来 并且骄傲地活下去 菲斯出生于2002年的平安夜 与其他小狗不同的 是它只有两条后腿 啊 天呐 这条小狗 怎么只有两条后腿啊 唉 可怜的小家伙 它根本没有办法活下去 菲斯当时的主人都开始有点放弃它了 算了 还是带回家好了 因为就连它的妈妈都有提前结束它生命的念头 索性 小菲斯迎来了它的真命主人 威廉一家人 开始了它接下来不平凡的生活 既然你不想要它了 那就把它交给我吧 嗯 好的 小家伙 你现在就是他们家庭里的一员了 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威廉坚信他终有一天能够站起来 他给它取名为菲斯 并开始为他指定了一系列的锻炼计划 小家伙 给你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我相信你终有一天能够站起来 就给你取名叫菲斯吧 开始 威廉把菲斯放在滑板上 让他自己感觉到移动 菲斯 你感觉到了吗 刚才你在移动哦 后来 威廉把花生牛油酱放在条羹上 作为他站立和跳跃的诱惑和奖赏 菲斯 来 站起来 你站起来就能吃到好吃的花生酱了 啊 哈哈哈哈 等到菲斯 渐渐熟悉用两腿站立时 他开始训练 菲斯跳跃行走 菲斯 过来 吃好吃的花生酱了 来 来 加油 你可以的 加油 加油 六个月后 菲斯可以用两腿到处跑 他最喜欢的事情是去公园追鸭子和鹅 还喜欢跟着威廉外出 无论他走到哪里 都会引起人们的惊奇和关注 即使没有完美的身体 也可以有完美的灵魂 人们从他的身上 悟出了许多人生的道理和生活的信念 正是这样 从来只关注各界名流的人物周刊 周刊封面的位置 第一次留给了这条叫菲斯的狗 人物周刊对这条狗这样描述 它是降临在浮躁的美国的一种力量 它是笃定而欢快地 照耀在任何一位迷失者前方的一盏路灯 它是早就藏好了眼泪和悲伤 只表露笑容与歌声的一种幸福 它的名字叫菲斯 它是一条狗 它是一条两条腿 像人类一样直立行走的狗 这是一个奇迹 这是一个由人类和动物 共同创造的奇迹 失去了任何一方的努力 我们也将看不见这样的震撼 动物们也有自己的思维 也有自己的心情 当悲剧发生的时候 它们也会要想哭 但是 它们也想要坚强地活下去 不要以为它们没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 当我们给予它们我们能力所及的温暖时 它们也能创造出像菲斯这样的奇迹 甚至比我们还要出色的多 只要我们不要抛弃它们 它们也不想要 在炸鸡的角度 也有一个问题 这就是这个 可以忍状